一刀落下 鮪魚切片 肥美油脂多的生魚片料理 馬上上桌 鮪魚生魚片一盤八片 價格平價兩百多塊錢 但店家卻喊苦 黃旗鮪魚近日大缺貨 他們只能緊急選用 價格較高的大木鮪魚印籍 我們有兩大廠商 他們都沒有賣黃旗鮪魚 所以你們就改用別種 對 也是鮪魚的一種 叫大鮪魚 廚師上演切片秀 被料理的這條就是黃旗鮪魚 價格一斤約在兩百到兩百五十元 是最便宜的鮪魚品種 但受到漁獲緊縮的影響 生魚片有可能一盤 從兩百八十元漲到四百元 漲幅超過四成 價格可能會逼近大木鮪魚 依我們來講 我們可能就不選擇這個食材 當作使用 如果它的漲價的幅度太高 我們可能就是寧願選擇 大木鮪魚或是黑鮪魚 其實除了黃旗鮪魚 黑鮪魚跟大木鮪魚 也是常見的鮪魚料理食材 而且口感還比較好 黑鮪魚肉質Q彈入口即化 通常在高級料理餐廳販賣 肉質第一名 再來則是大木鮪魚 也相當鮮嫩 黃旗鮪魚肉質比較軟 但因為便宜 一般民眾最常吃到 但想要吃到黑鮪魚跟大木鮪魚 價格可不便宜 黑鮪魚生魚片一份超過一千元 大木鮪魚則是四百五到九百元之間 看不胃 要是黃旗鮪魚真的漲價 未來想吃到肉質等級不錯 又平價的生魚片恐怕變得有難度 記者洪旗鮪魚縣林台北報導